我剛看到這名阿伯非常的火爆 而後來就發現他一次是從事了這個板模工 拿出了平常工地用把鐵釘的工具 這樣做事要砸車砸人 就駕駛了他說是他捲入別人的超車糾紛 跟他沒有關係是對方誤認人了 但警方看到這段影片 還是認定了這位火爆阿伯 涉及了恐嚇罪即將約談大家 倒案說明 不過就是一起行車糾紛嘛 但看看這名火爆的阿伯 他竟然為了跟人家吵架 一下車就拿出了這麼大一根的霸爐 平常工地用的拔釘器變成了嚇人工具 就算是水泥地板 也經不起鐵座的霸爐重重一敲 尤其是前面兩頭尖尖的拔鐵器 宛如一對歷史看得十分嚇人 工地反魔工最常用它來拔鐵釘 怎麼如今因為行車糾紛 被當成了吵架嚇人道具 我有比這個硬嗎 沒有 就是一敲就破了 被害駕駛則是說他莫名其妙 捲入別人的超車糾紛 十分倒霉 我前面車子 我預證我跟得到 我根本不知道旁邊有車子 不要貼進來 誰會知道說 如果轉車上 突然間車子要踏進來 而且是要撞 看見火爆阿伯 拿出工地用的霸爐 這麼大一隻 坐式敲車又敲人 嚇出一身冷汗 我覺得應該是把摩 還是做那個 那個監測的功能 被害駕駛雖然表示他不打算 向對方提告 但警方看了這段行車 記錄起畫面 表示火爆阿伯 拿出了霸爐 坐式砸車 以及涉及恐嚇罪 以及公然五入罪 將約彈塌 道案說明 那些王一超 就已到台中採訪報道